关注黑医生健康瓜科 大家好我是黑医生 今天呢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谈诗 那这个谈诗啊 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头号敌人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种饮食结构啊 让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谈诗 停留在体内 像这种太甜的饮食啊 甜品啊 饮料啊 还有就是味道太重的啊 太多盐的 同时呢 吃太多的肥肉啊 等等这些饮食结构 都会让我们这个脾胃的负担加重 导致我们运化不了太多这些水骨啊 运化不了太多这些油脂类的东西 导致这个水湿停留在体内 导致这个弹湿偏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现代人呢 上班的都是长期久坐的 很少缺乏运动 不像以前啊 经常都是以体力劳动为主 目前都是以脑力劳动为主 那这种情况下呢 呃就导致人很少运动啊 那我们的这个弹湿呢 就会更加严重 所以呢 这个弹湿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头号敌人 特别是我们广东 岭南地区 像前段时间啊 这种这种温度啊 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啊 墙壁上都是水 地面上都是水 这种回南天的时候 这种弹湿啊 大自然的外在的这种湿气都是非常重 跟体内的弹湿 终于叫同气相求 会加重体内的弹湿 所以呢 弹湿的发病率非常的高 那么这一个弹湿呢 多建于呢 这种高脂血症啊 高尿酸血症啊 这种高胆固醇血症啊 这一部分人群 那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呢 他其实这种血管斑块的形成的发生率就非常的高 而血管斑块的形成的又是心梗脑梗的一个基础 所以呢 其实在这种心梗脑梗里面的出现这种弹湿体质的人群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我们为了啊能够减少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那么如果是出现这种弹湿体质的 我们要及早的去预防 同时呢 要及早的去识别自己是不是有弹湿体质 那么今天呢 何医生就教大家主要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如何去识别自己是不是弹湿体质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讲的 如何去预防啊 如何去有效的干预 这个弹湿体质 那么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方面 那么这个弹湿体质呢 这个弹啊 中医里面主要有分三种类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有形之弹 第二个无形之弹 第三个弹合 那有形之弹 大家都非常好的理解 我们看到喉咙里面吐出来的 看得到的 肉眼看得到的 这种弹就是有形之弹 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咽喉不舒服 肺不舒服的 比如慢性咽咽 急性的咽咽 包括就是一些支气管炎啊 一些肺炎啊 慢性阻残性肺病啊 等等各种类型的咽喉类的 肺部的一些疾病 都会产生很多的弹 那这一个弹就是有形之弹 有形之弹里面 我们最简单的分类 一个是寒弹 一个是热弹 一般寒弹呢 它是白色的 比较清晰的 主要以白色为主 那么这种热弹呢 就是以黄色为主啊 有这么一个分类 我们在治疗这个有形之弹的前提 就是要判断寒弹还是热弹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无形之弹 那无形之弹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 呃 这种雾霾的天气 又下雨天的那种状态 那其实那些都是水湿很重 弹湿很重的这种类型 那如果是体内也是这种弹湿啊 也是这种水湿停留在体内 那么就很容易出现啊 这种各方面的症状 那这种呃 这种类型的这种弹湿水湿呢 其实我们是肉眼看不见的 如果是这些停留在我们头部 我们的头就会觉得很重啊 啊中医里面有一句 有一个词也叫做头重如果 好像戴着一个大帽子一样啊 大头盔一样 那种头啊非常的重啊 头晕晕晨晨的 那这种就是这种弹湿 停留在头部的表现 那如果这些弹湿 停留在我们的啊 胸部啊 停留在我们的这种心肺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感觉 胸口非常的闷啊 闷在那里啊 甚至呢进一步严重的会出现 这种惯性病啊 心脚动等等情况 那如果这些弹湿 停留在我们的肚子啊 中胶脾胃啊 这一块运转不了啊 脾也升不了 胃也降不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肚子大啊 好像一个啤酒肚啊 将军肚 然后肚子非常胀等等 这些都是弹湿 停留在中胶脾胃导致的 那如果是这些弹湿 停留在我们肠道 那我们大便呢 就会出现非常粘腻啊 沾厕所这些情况 所以呢这些这些弹湿啊 呃 无形之弹 很多时候我们肉眼看不到 但是这些也是这些无形之弹的 常见的表现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弹河 那如果这个弹呢 凝聚在一个地方啊 越积越多啊 日积越累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肉疙瘩啊 出现一个硬块硬结 那如果是停留在我们的甲状腺 那么就出现甲状腺结结 停留在我们的这种颈部啊 这些耳后啊 这些淋巴结 那么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肿胀 停留在我们的啊 女性的乳腺上 那么就出现乳腺结结啊 停留在全身各处的这些啊 摸起来好像有一个硬块的大腿 有一个硬块的啊 出现这种脂肪瘤啊 这种也是弹河 很多人就是全身各处都很多的啊 之前和医生门诊当中有个患者 他其实就是气很不通啊 弹湿也重 导致全身各处到处都是这种啊 脂肪瘤一块一块的 所以呢 这种我们再总结一下啊 弹湿它有三个方面啊 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 就是有形之弹 我们肉眼看得到咳得出来的弹 那第二个就是无形之弹 停留在全身各处出现各种类型的症状 第三个就是弹河 那么我们这个弹湿啊 它最关键的啊 我们怎么判断出自己是属于这弹湿 最关键的啊 有两个症状啊 两个方面来去判断 那第一个呢 就是大便啊 刚刚也讲到了啊 这种弹湿停留在肠道 会出现这种大便连力 沾厕所的情况 那其实呢 这一个就是判断弹湿 最关键的一个症状 如果一个人大便是属于这种连力的 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弹湿比较重的了 那么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看舌相 如果是舌头伸出来 舌胎非常厚的啊 正常来讲舌舌胎伸出来啊 上面的是布满薄薄的啊 白色的一层舌胎的 那如果是上面布满的非常厚的舌胎啊 有些时候看起来真的是觉得是舌胎非常脏的啊 很厚的一层的 那这种类型的舌相我们叫做逆胎啊 这种叫舌胎叫做逆胎 那如果是有逆胎舌胎很厚的这种 那么基本上就是考虑弹湿 所以呢刚刚讲的最关键的 一个就是看大便 第二个看舌相 那么很多人啊 发现自己啊 属于这种弹湿体制 那么我们怎么去预防 怎么去干预呢 那么接下来就是何医生跟大家讲的啊 方法 中医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 叫做三子养青汤 那这一个方子呢 是明代的一个医家啊 韩天爵 他里面的书啊 写的一本书叫做 韩世一通 他里面的书里面就是专门首次的记载了这个三子养青汤 那这一个汤子呢 一问世啊 基本上就流广为流传 而且呢 一直运用到现代 都是非常好用的啊 效果非常好的 那这一个方子 我们从名字看 我们就知道 哦 他里面有三个子 三子养青汤 里面有三个子 那么什么子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白萝卜的子啊 我们吃的白萝卜经常吃 但是这个 他里面 他的这个种子呢 很常人知道啊 他其实白萝卜的子啊 就叫做来福子 那来福子主要的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消失 如果一个人吃东西吃的非常脏啊 停留在中胶脾胃 出现肚子脏肚子痛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来福子就能够消失除脏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化痰 来福子能够把我们的痰给化掉 这种有形之痰啊 把它化掉 那么第三个呢 来福子非常重要的就是能够降气 那一个人痰很多啊 又咳嗽 又气喘 这种废气往上冲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来福子能够把这个气啊 把它降下去 那么有一部分人刚刚讲了肚子脏的时候 甚至出现便秘的时候 那来福子也能够把我们的胃气下降 把这个肠道里面的气往下走 有通便的作用 消失除脏 降胃气的作用 所以呢 他又能够降气 又能够化痰 又能够消失 所以这一个药呢 对于这种啊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啊 痰呢 就非常的好 那么第二个子呢 就叫做紫苏子 那紫苏叶呢 很多人也知道啊 特别是很多啊 地区啊 我们炒菜的时候经常有 比如说很有一部分地区啊 蒸鱼的时候会加点紫苏 炒田螺加点紫苏啊 或者说啊 其他情况下也会加点紫苏啊 这一个紫苏呢啊 我们平时用药也用得很广泛 那么啊 饮食上 做菜上也运用非常广泛 那这个紫苏 它的子呢 就叫做紫苏子 啊 紫苏的这个种子啊 它叫紫苏 紫苏子 那么这个紫苏子呢 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降气啊 同时能化痰啊 所以呢 它也是适合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痰非常多的啊 这种情况啊 甚至咳嗽 气喘啊 飞气往上冲 这种情况 用紫苏子就比较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白戒子 白戒子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戒菜的种子啊 它这个戒菜呢 其实它是十字花科的 有两种 一种呢 叫做一个戒 第二个呢 就叫做白戒 就是一种是那种白戒子 有一种是黄戒子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用呢 用这种白戒子会更好一点 那么黄戒子呢 更多是一种啊 饮食上的一种运用会比较多 那通俗讲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戒菜的种子 那这一个戒菜的种子 这个白戒子啊 它可以说是这三个子里面 化痰力最强的 它可以温废化痰 针对这种寒痰啊 痰是白色的 这种 它这个温废化痰的作用 就非常的强 那么这一个三个子组成了 那么就叫做三子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方子名称里面 有一个叫养青 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一个方子啊 这三个子啊 这种韩式一通里面 它当时这一个方子 专门用于中老年人的这种可喘 很多人出现这种慢肢啊 飞气种啊 慢祖肺的时候啊 这种可喘非常厉害 痰又很多啊 肺气又不降啊 往上冲 那这个时候是专门来去 赡养老人 赡养家里的这种中老年人 这种可喘的 所以呢 它才叫做三子养青汤 那这一个方子呢 我们平时的运用呢 也是大多数用于这种中老年人的这种可喘 刚刚讲的啊 慢肢啊 飞气种啊 慢祖肺啊 等等这些类型的人群啊 经常会用得到 那么平时呢 我们这三个子呢 在药店啊 都可以买得到 在药店都可以买得到 很普通的一个中药 那么大家可以每一位中药啊 用九克 那买回来之后 一季药每一个子都用九克啊 三九就二十七啊 二十七克 那么把这一个三子呢 拿回家里之后 用锅里面呢 稍微炒一炒 稍微炒一炒 把它炒到有点点微黄的时候啊 不要炒焦 炒一点点啊 稍微炒一下微黄的时候 有一点点味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用这种砂块啊 把它包住 把它包住 包住之后呢 再放进这种砂锅里面 加大概两碗水啊 包到十五到三十分钟左右啊 两碗水包成大概一碗水 那这种就可以了啊 不用包太长时间 不要超过三十分钟 包好以后呢啊 这一碗水呢 就可以平时代茶饮 就是有空的时候 就喝一口喝一口啊 代茶饮 那么或者呢啊 一天呢就分两次喝啊 早晚各一次 每次半晚左右 那么就可以了啊 第二天啊 我们又可以把另外一季 那重新这样子去包啊 那这一个三子养青汤呢 呃 适宜这种 刚刚讲的 更多是一种寒痰 或者说白痰的时候啊 或者说适合这种体质偏寒的人 同时又有全身各处很多痰核的啊 这种类型的人群 因为里面的这白戒子啊 它化痰力很强 而且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专门削这个皮里膜外之痰 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皮里面啊 又又皮里膜外的这种痰啊 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痰核啊 第三种类型的这个痰核啊 皮里膜外的痰 这个白戒子就最擅长 所以呢 啊 这个三子养青汤啊 大家看白痰啊 寒痰 体质偏寒的人群 用会相对好一点 那如果是咳核的痰 又黄又粘稠的 那这种热痰呢 就不太建议用 热痰呢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呃 清津化痰丸 或者仙竹令叶啊 等等 都是有比较好的化这个热痰的一个作用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在视频下方留言 和医生有空的时候 也会跟大家回复 一些共性的问题呢 和医生也会采取这种视频的方式 跟大家好好去回答 好好去科普 好的 大家每一个点赞 都是对和医生最大的支持 好的 关注和医生 健康不挂科 我们下期再见